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12号的台股最前线 那今天台北股市是连续第二天呈现了一个下跌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指数的部分早盘以一个小高盘来做开出之后 接下来就回到平盘附近一路震荡整理到收盘 中场台北股市是下跌了3.47点 来到了10805点的一个位置 那虽然说只有下跌3点 但是其实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我相信应该大家都感受到了 这个行情其实表现的非常的弱势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因为如果说我们以那个上涨跟下跌的一个加速来做比较的话 上市的部分 它上涨的加速是309家 涨停板的公司有5家 那下跌的加速呢 刚好是大概一倍左右 来到613家 涨停板的股票有8家 如果我们再看整体OTC贵买指数的一个部分 一样是上涨274下跌506 那当然贵买指数因为中小型股比较多嘛 所以涨停板的个股就会稍微比较多一点 但整体来看的话 今天台北股市超过1700家的上市贵公司里面 有1119家是呈现了一个下跌的 所以我相信看到这样的一个行情 当然大家可能比较想要问的是在于说 老师那到底这个行情它有没有延续着这一波一路以来的多头格局 那这个部分我先跟大家讲结论 就是说基本上你如果就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台北股市当然还是属于多方的架构 但是呢 从这个从下个礼拜开始 我认为在操作上面 你必须把握住两个字 叫做谨慎 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 因为其实如果说我们就整体周线的一个技术面的格局来看 这个是加权股价指数的周线图 这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 成交量的部分是来到6914亿 如果说你要上一次看到有出现这么大的周成交量 它的时间点一定要推到去年的8月份 应该是8月13号到8月17号 也就是画面当中你看到的这根黑黑棒 当时的一个成交量是来到6936亿 好所以你在攻击前波的一个套牢平台的时候 你呈现放量 那基本上看起来 这应该是一个多方的架构对不对 好但是今天有应该说这个礼拜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说 投资面如果你仔细看这根黑线 它最大的问题你觉得在哪里 它最大的问题在于上影线很长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我们以这个礼拜的高点跟低点 10887到10805 虽然说上影线的部分82点 你如果就一个周的角度来看 好像也还好嘛 但是你就实体K棒的一个部分 因为这个礼拜的开盘是10759 所以你就实体的部分大概是46点 那在爆出大量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的那个波动幅度反而呈现了一个缩小的态势 所以这个部分呢 当然第一个波动缩小了 第二个上影线流出来了 那实际上从9319以来 你如果要看到上影线比实体还要长的一个红K棒 它也不过就只有在这里发生过一次 那当然我知道讲到这个部分 大家都会第一时间讲到 可是你看 接下来的那一周是出现长红K 对 但是当时这个地方是1064点 这个收盘价是1064 但是到了今天是10805 所以多了大概800点出来 当然指数长多了 多多少少 你在操作上面原本就应该要比较谨慎一点 好 那第二个部分则是在于说 如果我们就日线图的一个格局来看的话 它也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9319这个位置 那投资朋友你可以在你的看盘软体上面 其实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你先把这条线画出来 因为下个礼拜盘中万一 它如果有出现跌破的话 你至少要知道说 上升趋势线的部分 在这个地方去做跌破了 那你当然就要比较谨慎一点 把它标出一点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还是要再把它画出一点 就这一条 这一条的一个部分 它是属于这个所谓上升趋势线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今天的低点其实有 大概回测到 大概就是10800点左右的一个位置 所以当你回到这个位置之后 当然你如果就成交量的分布来看 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这个回档 我们先不用把它当作是那种 所谓的大幅度的反转 因为指数涨多 它一定会做整理 就是我们把我们换个颜色来看 像是这一段是针对前面这个大涨的整理 这一段是针对前面这个大涨的整理 然后最近期讲到这里之后 再度出现整理之后 再往上去做攻击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幅度 就是每一波上攻的幅度 如果我们把它标示每一次的上攻的话 到现在应该第四次的上攻 它的一个幅度其实有缩险 那也很容易理解 就是指数越涨越多 本来指数的空间 就会慢慢的那个速度上面 其实就会变慢 那你说这一次会不会也是整理的走势 去消化这个卖压再往上攻 目前不知道 但是既然来到即将要进入整理的位置 我认为其实大家都应该要 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所以我刚刚才会谈到说 下个礼拜的行情可能在操作上面 我觉得大家要稍微比较谨慎一点 好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下个礼拜你最应该注意的时间点是两天 一个是下个礼拜一 也就是3月15号 大家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把它抄一下 一个就是下个礼拜四 应该是3月18号 15 16 17 18对吧 18号嘛 3月18号 这两天的时间点当中你要去特别留意 那没有要跟大家算什么 怎么转折 飞波男子系数什么50几天 89天 我觉得那个东西 不是说不能够用 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重点 而是在于说 为什么是这两天的原因是 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其实很接近 那我在之前的分析稿当中 投资朋友应该有印象吧 我们每天提供给大家的分析稿里面 事实上过去这几天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这个礼拜最大的关盘重点在礼拜五 对不对 尤其是礼拜五晚上 你说礼拜五晚上台北股市没开盘 对但是我们要国际关 所以要从这个礼拜 礼拜五晚上的摩根大通 这样的一个财报开始 我们要去做观察 好所以你就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到底要观察哪些重点 因为它是属于那个开盘前 它就会公布财报的股票 那你说为什么要看摩根大通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摩根大通好了 JPM 它是道琼指数 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个道琼指数 所以你就这个角度来看 投资朋友 它是属于道琼30档成分股当中的 一档个股 所以再告诉你一件事情 它的股价走势 JPM在这里 它的股价走势会直接影响到 道琼工业指数的一个走势 好所以下个礼拜一 或者说在这个礼拜 的美国股市 你要观察什么样的一个重点 我们先跟大家做报告 原则上 它在美股开盘之前 它就会公布了 那它就会直接影响美国股市的走势 那因为过去这三天 其实目前道琼是最弱的 因为如果你看日KD指标的话 S&P500 那斯达克 然后费城半导体 目前其实都还没有出现高档的死亡交叉 所以它是最弱的 又是最大的 所以你要从这个指数开始看 那这个指数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说 它过去这三天做一个很蛮整理 对不对 那超级财报周揭开序幕 下个礼拜一是高盛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金融股的反应我觉得会很像 所以你在这个部分你要观察的重点是 这三天的高点是26246.34 然后这三天的低点是2606.262.262.266.6.所以这个部分因为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目前的这个小道琼收盘是在21870 这个对不起 不是218 这是日金 然后26143点 所以大概高低点大概差100点左右的空间 那100点其实我说真的老实讲不大 所以这个部分今天晚上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原则上如果今天晚上美国股市是突破了我们刚刚所谈到的26246点这个位置的话 那下个礼拜一台北股市就没事 那原则上应该会延续到台指期结算结束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下一个大家要关注的焦点是在礼拜四了 就是结算完之后行情怎么走 大致上的一个重点大致上是如此 我想我们就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 好那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当然有一些个股强势有一些个股弱势 那到底这些个股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 其实这两天我在带我会员朋友做操作的时候 我也把先把我们的一个持股比重大概降到四成左右 就是连一半都不到的原因就是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算要跟大家讲谨慎 但是没有要讲你要放空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很简单嘛 他如果回测好嘛 那回测当然你卖股票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就是你股票少一点 那等到掉下来的时候你会有资金重新去做进场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对不对 你说老师万一往上怎么办 好啊那万一往上那接下来要涨什么股票 不知道对不对 那你往上过程当中主流不一定一样啊 那你有现金你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去调到这个下一个往上攻击的一个主流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现阶段你要保留现金啊 那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啊有的股票如果你买在套袋相对高档 你出不了 那个才会是比较大的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先跟大家讲就是说 好即便下个礼拜一台北股市继续往上攻 这个部分我觉得你都应该跟我们的一个做法其实差不多的 就是你要把资金的比重先稍微降 应该说现金的比重稍微拉高 持股的比重稍微降低 这个对你来讲我觉得它只有好没有坏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挑错股票或者是股票不对 那当然相对来讲你可能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去做这个所谓的解套的动作的时候 这个部分其实会稍微比较麻烦一点 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原则上有哪一些个股 在这个地方你要特别去做一点留意 好首先我们当然要看的是在于整体光学类股的一个部分 那为什么在今天今天大家先谈光学类股呢 因为昨天我们的股王大力光他召开了法术会 我当然相信大家在媒体上面其实也都看到了 这个林恩平执席长 他对于接下来四月份五月份的展望 他是呈现了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看法 那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媒体当中有报道 就是一些外资的一个部分 他们针对大力光的一个目标价去做调整 那这个如果你对于那个目标价有兴趣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可以自己去搜寻新闻 那因为我们不能够引用外资目标价 所以这个部分就请大家自己来做一个观察 但是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投资朋友你看到媒体报导大力光的利多 你看到外资对于目标价的一个调涨 但是呢今天的股价是怎么走 今天股价却是呈现了一个开高之后震荡走低 那如果说我们就把人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刚刚讲了嘛 外资大幅度调升大力光的目标价 那我们讲过啦 这个不能够讲说他一边叫你买 然后一边自己卖 这只能告诉说他没有办法说服他的客户 他的报告没有办法说服他的客户 不要去卖大力光这档股票 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外资针对大力光的部分是呈现卖超的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要讲的重点是在于说 其实你就整体的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说 他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当中 再度跌破了月均线的一个位置 好那你说跌破月均线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嘛 这里其实也是破啊 对但是你一档个股 你从当初2880沿路往上走的时候 他沿路都能够走在这个所谓月均线之上 但是最近期其实开始一直在做触碰的时候 那某程度上面你就要开始去留意 就是说那这样子碰球了会不会造成那个 股价去做一个跌破的一个情形 尤其是在于如果说我们以扣底的角度 我们过去有教过大家嘛 就是你要看均线你一定要看扣底 这里是3月12号 就是这一次的目前月均线22天的一个扣底的一个位置 当时的价格是4620块 那以目前的月均线大家可以看这个位置 是4656块来看的话 当然目前为止他的月均线还是会呈现上扬 那但是以今天的价格来看4600 那如果说下个礼拜一他的股价没有大幅度 不要说大幅度啦 你至少先回到月均线之上的话 当你下个礼拜一扣到这一天 他会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月均线的部分会开始往下去做一个下弯 那过去我教过大家嘛 均线的一个部分代表的是市场的平均成本 所以当他一旦下弯的时候 这个当然代表就是股价的部分开始会有压力浮现 尤其是最近期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量能的角度 这个最近期整理平台的时候 他反而出现量能放大 这个代表一件事情 你放心啦 大力光绝对不会是一般散户座的 这个一定是大户座或者是法人座 但不论是谁 这个地方其实有人在卖股票 对不对 他才会有成交量嘛 有人买有人卖他才会有成交量嘛 所以这个部分 他对于股价所造成的影响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稍微去做一点关注了 那下个礼拜轮到台积电法说会嘛 所以你看你就时间点回推 我们刚刚讲礼拜四会下一个转折时间点 那除了期货的结算完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之外 另外其实当天也有台积电的法说会 但无论如何原则上是这样子啊 就是我法说会之前 你可不可以讲说要利多出景 其实也没有啊 因为他法说会要讲的利多 其实在这一波股价 他已经先做反应了嘛 所以这个是比较吃亏的地方 好但是大力光我相信 其实大家也都是看看而已啦 那真的做的人其实应该很少 那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如果说我们光学类鼓当中 大家可能要留意哪些重点 这个是我们过去给大家看过的 那个强弱势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强度的一个波动 那因为礼拜五会有一些 下小时用的一个资料 他会比较晚出来 所以我们先给大家4月11号 也就是昨天的一个数字 那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 为什么今天大力光不强 事实上你看他昨天召开法说会之前 他也没有要拉开的意思啊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强度 最强度在昨天 事实上也只有一分而已嘛 所以你就这样的一个格局来看的话 他股价其实原本不强 我觉得是合理的 好 但重点是 我相信你大概不会做这一档 你大概是做下面这三档 好 因此我觉得我们要观察的应该是 下面这三档个股 那实际上3630的新巨科 这个你单纯就强度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就会知道说 这是这三档人气个股当中 其实最弱的一档股票 好 但他最弱有他的一个原因存在 这个部分我们简单来 先跟大家就做一个分析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3630的新巨科 好 新巨科的一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部分我们要请大家看的 应该是在于所谓的一个融券的一个部分 当然这个时间点当中 很多人会跟你讲说 啊 融券强制回补要 所以会嘎空啊 对 但是有时候你要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日期 因为现阶段其实已经开始有些股票 他已经补完了 好 首先我们先就新巨科的角度来看 当然第一个他的分数相对来讲是最弱势的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部分则是来自于说 你看这个地方是融券 那今天的数据还没有出来 所以你看到的是NA 好 但这两天你会发现融券增加很快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里强制回补到零啊 所以这里才可以开始空啊 好 但重要 其实有时候嘎不嘎空 不是单纯用嘴巴讲 不是有空摊就一定可以嘎空 而是你要去观察他的一个价格 他的空单也没有赚钱 好 所以你就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这样子讲了 当然那一天你可以用高低点相加 除以2去简单算他的一个平均成本 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计算的话 那一天的高点 在4月10号那天的高点是107.5 然后低点是103.5 所以我们可以抓一个平均价格 应该是105对不对 好 那但是原则上 我觉得如果你手上有这两个个投资朋友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低点是103.5 所以一旦他出现跌破 好 我们这个算的是平均成本嘛 可能有人真的一不小心空在最低嘛 但无论如何 这个部分你破103.5 是不是代表这一天的空单他全部赚钱 或者是这两天的空单全部赚钱 所以这个部分你要关注的一个焦点 应该是在于说 今天股价最低点回撤到100块 那100块我们过去跟大家讲过嘛 这个是跳动档位的问题 所以你如果是主力要守的话 原则上百元关卡这个地方要守 所以接下来 如果你手上有新剧科的投资朋友 当然第一个 他只有一分啦 所以你如果要做光学类股的话 我们也不建议你做这一档啦 但是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他如果跌破103.5 甚至近一口气跌破100块的时候 你要知道 涨有优势的是空方 所以这个股票会怎么样 会跌啊 会跌啊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先跟大家来做个报告 就是说这个是相对来讲 光学类股当中你可能要留意的 好但这两档个股 这两档个股 其实你大概看现行就知道说 他们相对来讲是比较强 包括3406的郁金光 然后包括了这个 3504的一个阳明光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这两家公司你会发现 阳明光的部分也是刚开放 可以融券 是4月11号昨天 那昨天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融券增加几张 这个张数原则上不会太多 一开始不会太多了 所以说你要说强力到强力嘎空的走势 不要听市场当中有些胡说八道 那个不是说有券就能够嘎空 为什么找不到信用交易 还是他们有信用交易 应该没有 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所以昨天增加503张 好那这个部分原则上 我们过去有跟大家讲 大量区是一个防守点 所以他目前为止维持强势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强势股没有问题 好不过这个部分呢 他是在 这个地方其实是股价去做一个 目前先做一个很满正要整理 那我是觉得说 如果你要找切入点的话 你要找那个 他的量再度去做一个放大的时候 然后股价往上走高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当中 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这个部分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 成交量能的一个部分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 基本上 如果说 没有量的状况底下 除非是以跳空 涨停板的方式 要不然股价通通不会动 为什么这个地方股价都不会动 因为量都出在这里 对不对 量都出在这里 从这时候开始 整个股价 其实就已经没有成交量了 所以没有成交量的状况底下 股价一定不会动 那你如果要过124 那现在122讲124好像有点远 但是以这个状况来看 你还是要尽快的回到 月均的量能以上 他才比较具备有攻击的条件 这个部分是大家要看的 如果说 你看当年股价很强 然后预估量 可能才只有四五千张 那这个股价其实上去都会掉下来 上去都会掉下来 这个不是你去 追高很好的一个操作方式 那3406的郁金光当然是 这一波光水类股当中最强势的 那有量有价 但最近这三天股价开始出现高档的整理 那原则上他在4月19号 4月19号的部分 他会融券强制回补 这个你去看你操板软体的那个形势力就可以了 就是融券最后不是4月19号 4月19号是下个礼拜五 所以原则上以他目前为止的 融券张数来看 老实说 3千张 今天成交上11928张 他现在的成交上大概占他每天成交上大概只有四分之一 我说真的要补 补真的补不到哪里去 所以但这几天其实我认为 盘中如果有发动的话 这个是你可以去 去留意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基本上我讲了说这嘎空 他这个张数他不会让你有太强势的买盘 但是有没有人故意要把价格往上垫去弄死这空单 有可能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原则上 当然这两天股价表现比较弱 但是从现行上面 从分数上面 他们都比较强 到4月19号之前 我认为股价大幅度回挡的机会不会太大 所以这个部分 反而如果说你在预算上面有考量的话 当然你可能要看一些比较中低价的一个光学类股 但是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整体来看问题是不大 这个部分就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谈另外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是我们之前在上个应该是上个礼拜三的时候 我们当时跟大家谈到的 对不起 不是上个礼拜三 应该是上个礼拜一 我们当时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重点叫做鸿海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的节目 不记得没有关系 你可以回去看 但是我也觉得你不用浪费时间回去看 因为我会再跟你讲一次 当时我记得 我在连线的时候 其实非凡的主持人有问我 但哪一位其实我已经忘记了 那个时候他问我就是说 之前的高点 之前的高点在81.6 在这 这个地方会不会形成压力 因为那天涨停板是80.8 然后我那时候我的讲法是不会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跟这一次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这均线的走势不一样 那个时候的月均线 我就不带大家回去看了 时间的关系 月均线是翻扬的 但是季线是下弯的 但是你这一次呢 你这一次是走平之后 带大量跳风上涨 所以他是突破 所以我那时候我跟大家讲了 81.6会过 对不对 我也讲了 如果你是中长期投资的 你就不用急着出嘛 然后隔天再往上跳的时候 那时候我先跟大家讲说 会先进入整理 因为上引线的部分比较长 量能也不见了 所以这个地方整理了几天之后 今天股价再往上跳 那当然消息面的部分是来自于说 外资调升他的目标价到三位数 那一样 我们不能够引用外资目标价 所以你有兴趣你自己去看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是在于 我们来看一下宏家军的那个分数的变化 其实这个部分一样是到昨天 他其实从五分跳到七分 那我们最高就是七嘛 所以你大概其实已经知道就是说 他今天股价会大涨 其实在昨天就有前兆 对不对 好那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 你还记不记得我当时 我在节目里面 我这一根啊 这个是一号跳起来的时候 当时我跟大家讲说 那时候鸿海会大涨的原因 是因为三绿三升 你还记不记得 不记得回去查新闻 我就不秀了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讲就是说 这个部分你要看的 你要先从财报的股票开始选 所以当时我讲了几档个股嘛 包括6451的讯新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这是宏家军当中财报表现最好的 这刚叫做115块半 然后短短的四天之后 应该是五天六天 这天啊 高点代这天啊 六天之后 他股价涨到141 115.5到141 不要说出最高点啊 但是我相信这个股价 应该不会让你赔到钱啊 原则上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另外的表现第二好的股票 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当时讲的应该是 2328的一个光语 那那时候我也讲了嘛 从去年的例子来看 他告诉郭董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有稳定的出海口 最好掌握在自己手上 所以现阶段 当然在这个礼拜有新的新闻叫做说 他要去入股那个格力电器嘛 GREEN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 他们最早是做空调 就是那个冷气机起家啦 那现在也有家电 那 红海当然否认啦 但无论说 是不是在最后有入股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 红海都应该要帮自己找一个 比较稳定的出海口 自己能够掌握出海口是最好 所以当时我们讲了之后 股价在 我们4月1号公开跟大家讲嘛 然后4月2号股价功耗涨型版嘛 然后最近进入震荡整理 好 那股价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这是我们当时跟大家所谈的 然后财报第三号的应该是这个啦 4958的真谛 那今天股价也创新高 好 但是我要讲个重点 回归到我们刚刚要谈的重点就是说 今天的上涨 因为基本上 你要说外资去点火也好 我觉得都OK啦 但重点是今天涨什么 今天是涨 iPhone这件事情 利空出境 好 所以这一次的选股就会跟上一次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们上一次着重在于财报的一个部分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讯新是不是平概股 你要硬讲是也可以 但是那个就插到边而已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你说是不是平概股 它其实也算插到边而已 它不算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平概股 所以这一次如果说红海的股价 它是维持强势的 那基本上你挑股票 你要回到所谓的一个正统的平概股当中来做挑选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我们讲的是红家军 红准 这个都不用看了嘛 对不对 你说真顶股价创新高 但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谈到的 那时候是财报的一个角度嘛 那股价涨上来之后 还要不要去追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因为后来它的强 当然今天分数会不会变 我不知道啦 因为还没有跑 但是它的强度上面没有说特别强势嘛 那反而是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 那当然今天我们有看到 下午有一个消息是 TPK要去入股那个JDI了嘛 那会不会带动下个礼拜TPK大厂 这个是题外话的 但是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 你看即便 好 假设有人先知道 应该都会有人先知道 但是你会发现 就是说今天量其实没有放很大 好 那这一次的这个GIS的部分 因为我们之前有没有讲过嘛 那时候我记得讲说 那个分数不是很强嘛 对不对 那到目前为止 一样的一个状况 那但是某种程度上面 因为我们刚刚看 其实最高分应该是这个嘛 就是2354红准嘛 所以我是认为说 以红准的一个净值啊 净值是70.35来看的话 它的股价应该都还有攻击的空间 所以原则上 红海的股价如果继续涨 你应该要看的是红准 就是稳定的概念 那至于说GIS的部分 当然我们刚刚看到 有一点稍微有点转强异味 对不对 但是一样的一个逻辑 这个东西没有放出来 股价都走不动 因为你这里是这样子嘛 你说基本上它高点 其实有 它这个大量的高点 高量的收盘价 其实一直都算有手稳 但是目前看起来 也没有要拉开的样子 所以你要去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一天的一个成交量是在 6456GIS成交量是在 3万2千张 所以你合理来讲 你如果要发动公式 你没有2万5到3万 你攻不上去 所以这个部分你要去关注 它的一个 如果说有发动 没有发动就算了 但是如果有发动的话 其实你要去关注它的预估量 大致上是这样子 然后时间比较赶 那这三档个股 比较有趣的就是说 所以你说这都一家人嘛 这三家啦 它的都是 4月15号 开始要强迫为补 应该没记错啦 就是中股票它 怎么讲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中股票它比较会有 嘎空单的效果 但是原则上 以 红海 融资 融券1576张 我们来看那个行事例 停止融券期间就4月15号嘛 就下个礼拜一 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四 不能够 信用交易 好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简单讲就是说 以这个 张数 它不会 它不会 不会有所谓嘎空 因为一千五百张 你丢到五万八千张的成交 你一眨眼就不见了嘛 这可能几分钟就消化完了 那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一样的逻辑 就是我们刚刚 譬如我们在讲郁金光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会不会 一路给你弄到那个 空单投降在最高点 所以原则上 它是多方强势没有错 但是追价上面就 不要太追 因为这种股票 它本来就不是连续性大涨的股票 所以 某种程度上 如果下个礼拜再开高 它会比较类似这种格局 还要比较类似这种格局 就给大家去做参考 那宏家军当中 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欢景德西 现在宏 真顶也上去了 那就宏准跟GIS去做选择 那郑威的部分 反而最近期其实有点转弱 那一样 它股价 它等于领先大盘破月均线 所以这股价稍微比较弱一点 那要做的话 我觉得可能稍微等一下会比较好 等它上来 就是你不用在这个地方去摸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老师要回测到大量区 这不是防守点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买点吗 对了 如果大盘没有涨那么多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 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讲说 大盘这个时间点 它比较容易出现转折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跟大家讲啊 就是他现在强势大多头 他到这里就买了就对了 问题是现阶段不是嘛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 我们跟大家讲说 你要谨慎嘛 应该不是 不能讲说 现在不是强势大多头 是下个礼拜 一跟四的 它比较容易变 所以这个部分 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最后我们来谈一下 今天最热的族群 应该是散热 好 所以散热的部分 一样 这个部分我们简单跟大家讲 这个就不用看了嘛 那这个都还是五分 所以你可以理解 为什么在这个礼拜 泰硕比较强吗 因为他原本的那个 强度上面本来就比较高 所以他虽然说跳得比较快 但是他原本他就是属于强势股 所以强势股你要推 他原本就比较容易 那其用的部分 他其实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 不是跟获利无关 我这样讲 你去看那个3338的泰硕股 泰硕去年赚多少钱 泰硕去年赚了1.8 股价是多少 股价是54.3 然后呢 其用赚多少 其用赚 不是3018 对不起 3017 其用的部分去年赚多少 赚2.01 赚1.8的股价在54块 赚2.01的股价在40块 李公老师阿征明显低估 对 但是低估有他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其用的股本比较大 一个 我记得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差了快30亿 如果你去看其用 泰硕的股本是8.6 其用的股本是35.3 35.3老实讲也不大 但是这种多头行情 大家会以这种股本比较小的先去做追逐 所以这个是最近期来讲比较强势的原因 不过呢 这几两个股它就跟我们一开始所谈到的 我们刚刚在讲的光学类股 它其实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也是最近期恢复信用交易 好 所以我讲了嘛 嘎不嘎空 它不取决于说有没有空单 嘎不嘎空是空单到底有没有赚钱 所以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从这里开始增加嘛 每天全嘎嘛 大家看到他股票去就要扛嘛 结果空到现在 股价创新好嘛 所以这个部分 原则上是这样子 我是认为说 这个短时间之内应该都会维持强势 包括昨天开放的西红 那这股价会相对来讲会比较稳定 因为它股本比较大 但是我认为这种股价 它会继续做比较效应 所以如果说 这个显点当中 你真的追不下去的话 不妨回来看这个 不妨回来看这个 所以这个是我们大概今天 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些 股价的一个重点 但重点还是要回归到 我们刚刚所一开始 所谈到的行情的部分 就是 下个礼拜的行情变数比较多 那我讲了嘛 你手上有现金 对你来讲绝对不会是坏事 我没有看空哦 那我讲了嘛 它股价打回来 你不用等几套嘛 因为你去想一个事情嘛 我现在降到四成嘛 对不对 然后你如果现在是一百% 现在行情在这里 往下掉 再拉起来 你告诉我你接下来你要等什么 等解套啊 等什么 对你要等解套你才能买新股票嘛 对不对 那如果直接往上攻呢 一百%你也是要卖股票啊 你也是要卖股票你才能够买新股票嘛 除非你觉得你手上的股票很好都不用卖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做共同动作是什么 卖股票啊 那如果你现在手上有现金呢 手上有现金 阿杀下来咧 阿杀下来我就等啊 那确定只稳上去就买啊 对不对 那如果直接上呢 直接上主流又不一定一样 那你可以换新的主流去做操作啊 所以这个部分哦 重要的是持股的调整啊 所以如果说投资朋友你在这方面 现在手上股票不确定要留不要留 因为最近风向很乱 很多股票莫名其他要打到电影板 那如果你不确定你手上的歌舞要不要留 那没有关系 你有持股上面的问题 我们都欢迎大家填写 扫买这个QR Code 或者是我们的影片下方有一个Google表单的连结 你可以填写那个连结 那或者是说你不会填表单的 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透过这两种方式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4月12号的台股最前线 4月12号的台股最后